大家好,我是泡泡 近日,中南山院士提醒 今年11月、12月到明年1月 预测会有一个小的新冠感染高峰 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完全不当回事 有人特别恐慌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读中院士的这个信息呢 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接下来的感染高峰呢 现在就跟大家来说说几个重要的认知 第一,跟国外对比 数据显示澳洲从放开后 从22年1月到23年10月 已经出现了6个感染波峰 中国比澳洲晚一年放开 对比我们过去一年的历史 和澳洲放开后的走势非常相似 但因为我国第一次感染过于急速 近乎是全民感染 导致第二个波峰晚于澳洲两个多月出现 第三个波峰大概晚一个月 推测我们的第四个波峰也会稍晚 但大致相同 差不多在23年底之前 也会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那么认知二,身边真实的情况 钟南山说近期可能有新冠感染小高峰 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 本身冬季就是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 而且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 环境很适合病毒长期生存 加上国庆节全国的旅游潮 以及年底马拉松赛事的秘籍 加上年底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和演唱会等等 非常有利于奥密克戎的传播 目前来看已经爆发了 我周围很多人陆续的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 这说明新冠一直没有消失 加上今年普遍大家都不戴口罩 所以感染的小高峰绝对是会出现的 就像今年上半年4到5月那样 但由于国内大部分人都感染过奥密克戎 体内的多少有些抗体 抗体的衰减速度又不一样 所以不再会像去年12月份那样快速过峰 也不会峰值过高 会在很长的时间内 第一位小波峰波谷起伏 那么第三个认知是正视现实 我们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是 新冠仍然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这个病毒对每个人的症状轻重完全不同 其实就像开盲盒一样 有的人一养就白费了 去世了 有些人养了三五次却问题不大 但对于老年人和身体底子差的人来说 一旦得上就是在肚结 有生命危险 而这些所谓的专家却有意的在淡化这一点 新冠不是说小感冒那么简单 它非常明确的有各种各样的致死风险 以及后遗症 有人新冠之后心跳的特别厉害 发慌 有人新冠之后 莫名其妙的得了高血压和糖尿病 有人新冠之后不停的掉头发 有人新冠之后脑梗了 我认识的人里面有年轻的人 35岁因为新冠引发心肌炎挂掉了 也有些老年人扛不住走了的 当然大部分人都是长新冠 这个会随着你一次一次的痒 而更加的明显 第四改变态度 一定要改变无所谓的态度 能不痒就不痒 能少痒就少痒 能间隔久一点的就间隔时间久一点 我是真的不理解 很多人连转基因都弹之色变 怎么会对新冠这么无所谓 新冠会导致一个人免疫力降低 并且恢复很慢 很早官媒就报道过这个事 这个数据是不是根本没人在乎呢 有人说我每扬一次呢 就是免疫力打一次胜仗 得到了升级 这完全是在瞎掰 任何军队在短时间内一次一次的打硬仗 还能升级吗 早就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了 更别说除了新冠 还有别的各种敌军 虎视眈眈的趁你病 要你命的 比如说什么流感 支援体 荷包病毒 各种各样的 总之 个别人或许可以幸免遇难 但大部分人呢得承认自己并不是天选 最终你还是要为你不够重视新冠 对病毒没有敬畏心而买单的 第五 如何防护 虽然戴口罩不能绝对的避免感染 但绝对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所以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一定要戴口罩 它真的可以大大的降低你感染的风险 另外呢 普通人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即可 营养均衡 多吃水果蔬菜 足够的蛋白质 适当的运动 保证充分的睡眠 保持好心情 一切就会越来越好 好 以上呢就是关于新冠的五个认知 也是对于周南山提醒的五点解读 希望大家年底呢都安全不感染 我们迎来2024年的春天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